欢迎来到美厅 养孕的第一步,养面相 一代宰相裴杜年轻时学识渊博,却屡试不重 一次在上京赶考前夕,他去找一禅大师看下 一禅大师仔细观后说,你嘴角的纵理纹延伸入口,这是短命之相,恐怕不能如愿 裴度没有灰心丧气,只是更努力地修行品德,广结善缘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拾到了一枚价值连城的玉壁后,归还了主人 不久后,他再次见到了一禅大师 大师看他目光澄澈,眉宇间也有了贵气,告知他说,不久就有转运的机会 几年后,他果然得到提拔,一路升迁观至宰相 前后人生如此巨变,他忍不住询问禅师原因 禅师则笑称,不过是相由心生,竟随心转罢了 人生在世,五官是父母给的,面相却是自己修的 所谓的好运,贵人,福报,都是自己的面相赶照来的 一,养静气 联合国公益组织曾做过一项实验 当一个女孩穿着沾着范粒,脏兮兮的衣服在路边求助时 路人大多冷漠避开,厌恶她的靠近 可当她换成烧干净的衣服现身 很多人都愿意驻足帮忙,甚至自掏腰包给她买食物 这项实验揭露了一个直白的真相 人都会以貌取人,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体面才更容易遇到好运 正如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中黄一梅的故事 她出生于中产家庭,一直活得光鲜亮丽 可这一切都在她与方邪文结婚后终结 怀孕后,方邪文借口要她安心待产 替她辞去工作,又收走存款 终日在柴米油盐里浸泡消耗 方邪文又总为小事和她争吵,黄一梅的日子过得坎坷暗淡 她却仍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体面 即使逛菜市场,她也会化一个美丽的淡妆顺路买树花 怀孕后身材臃肿 她也会挺胸抬头保持优雅的体态 并非某段挫败的经历 而是放任自己 变得潦草油腻 得体的穿衣打扮 抖擞的精神气质 都是我们在暮气沉沉的生活里 不甘臣服的表现 一个人的形象 本就是最直观的名片 历尽生活的风霜 脸上却不见沧桑 你终能等到命运的转机 2.杨喜切 年轻时马家辉因为瘦弱贫穷 被别人嘲笑为摔崽 他追女孩会当众出丑 跟人打扑克从没赢过 还常常莫名其妙受伤 周围人都嘲笑他运气差 他也认命了 直到后来独名人传记 他才惊觉原来很多了不起的人物 在成事之前也免不了走霉运 只是他们不抛弃不放弃 而是凭借自信与乐观 将坏事扭转成好事 深受触动的他 不再向霉运低头 人家在叫他衰宰 他不放在心上 而是一笑置之 别人嘲笑打压他写作的梦想 他也不反驳 默默坚持 搞见不被录用 他也不灰心 相信自己迟早会被好运眷顾 神奇的是 他的运势 也随之发生改变 大二那年 他顺利出版了第一本小说 毕业之后 还成为了知名的专栏作家 后来还成了一名主持人 好运接踵而至 老话常说 人逢喜是精神爽 但很多时候 只有先安顿好自己的心情 生活才会跟着好转 在尘世中打拼 谁都逃不过命运的冷遇 生活的经济 受了错就一蹶不振 稍不顺就满口怨言 只会使负能量与自己牢牢捆绑 笑口常开的人 才不会被生活轻易撂倒 万事万物之间都有引力 积极乐观的念头汇聚在一起 就会形成强大的感召力 好运和机遇才会分支塌来 三 养和气 礼记中讲到 有和气者必有余色 有余色者必有宛容 一个人的相貌 是有因果的 待人温和友好 自己的心情也会愉悦 整个人自视春风满面 总是出言不逊 看什么都不顺眼 愿对不满 也会显应在自己脸上 正如鲁迅笔下的 豆腐稀湿的杨二嫂 年轻时 她面容俊秀 只要笑盈盈地坐在店里 顾客就会登门而来 可她总是刻薄待人 只要看到别人比自己过得好 就会酸溜溜地挖苦 当时鲁迅返乡外祖宅 准备迁去北京居住 得知消息的她立刻登门 想趁机捞些便宜 乍一见她 竟让鲁迅认不出来 原来她早已不是当年的名艳美人 取而代之的是秃颧骨 薄嘴唇的刻薄摔老象 她血已在门口 就像一个细脚伶钉的圆规 眼看鲁迅没认出自己 她立刻收起笑脸 阴阳怪气地讽刺道 忘了 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鲁迅反感她的尖酸 并没有热情招待她 也没有送给她家具 没能占到便宜的她愈发不满 咬牙切齿地咒骂 啊呀啊呀 真是欲有钱 便欲是不肯放松 欲是一毫 不肯放松 便欲有钱 边恨恨地抱怨 边顺走一副手套 嘴上不饶人的她 把自日子过得每况愈下 就像植物具有趋光性 人们也都愿意靠近能滋养自己的人 待人和善友好 别人才愿意在你需要时 托鲁搭桥 尽力托举 总摆出刻薄寡恩的姿态 难免四处树敌 待自己困窘时 收获的也多是冷眼旁观 这个世界本就是一个巨大的回旋标 对他人多一点善意温柔 你也会被别人温柔以待 四 养慈悲 很久以前 有一个专门做雕塑的手艺人 手艺精湛 最喜好雕塑妖魔鬼怪 有一天 他照镜子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相貌变得很丑 并非五官发生了改变 而是整个人面目显得凶恶古怪 于是 他便来到一个寺庙里 求助于易高僧 高僧平静地说 我可以给你治疗 但你必须先帮我雕刻一百尊佛像 于是 手艺人就开始不断研究观音的神情 德性和表情 行为也发生了改变 整个人更为谦和 淡然和善良 积极地帮助其他乡人 当他雕塑完一百尊栩栩如生的佛像后 他去找高僧对现一开始的承诺 高僧笑了笑 指了指镜子说 你的病已经好了 这时候他才发现 自己的相貌也已经变得和蔼 端庄了 周国华曾说 在漫长的时间中 一个人惯常的心灵状态和行为方式 总伴随着他自己意识不到的表情 这些表情经过无数次重复 便会鸣刻在他的脸上 甚至留下特殊的皱纹 不信你看 这是高僧李淑童 这是年轻时的国学大师南怀景 右边是年轻时的张兆和 温柔慈悲 真的能从眉目中传递出来 毕书敏曾经说过 整容医生的手术刀 抵不过天下另外两把快刀 一把刀是时间 时间会冲刷整容的效果 就像雪堆遇到春阳 渐渐融化 还有一把更尖锐的刀 就是心灵的雕刻 只有心底的明媚 才能滋养出 旷日持久的赏心悦目 温柔会吸引温柔 善良中会遇见善良 当你养出一张慈悲的脸 又怎会和美好擦肩而过 我很相信一句话 到了一定的年纪 我们就是自己面向的雕刻式 人生究竟会走向哪里 其实就藏在自己一贫一笑中 举手投足里 当我们能约束自己的言行 好运降临 便是水到渠成的事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